手竟能穿透黑洞后的空间 男人非常兴奋 把纸贴到售卖机上 见四虾无人 就把手伸了进去 窝了个乖乖 他竟然掏出一包巧克力 这也太神奇了 就在刚刚 大壮加班时 发现打印机坏了 他用力踢了一脚 没想到打印出一个黑洞 他也没想太多 把纸放到一边 随后喝了杯水 可放到黑洞上时 杯子却消失不见了 他蹲下身子 把手指放上去后 立马缩了回来 手好像进入到另一个时空 见没有危险 他把手都伸了进去 没想到竟然把之前的水杯取了出来 这也太奇怪了 他急忙拿起纸 把手伸了进去 果然能穿透后面的空间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 还偷了块巧克力 突然看到董事长办公室 心中有个邪恶的想法 把纸贴到门上 从里面打开了锁 而他的目标 就是这个保险柜 急忙把纸贴到上面 见没人进来 就把手伸了进去 我的天哪 他竟然拿出一捆百元大钞 随后迫不及待的掏了起来 眨眼间地上就多了几百万 可这些还不满足 当够不到钱时 他竟然把头伸了进去 随后整个人就不见了 下一秒 只掉了下来 他就被困到里面 这就是贪得无厌的下场 小伙儿站在凳子上 而下面是熊熊燃烧的岩浆 他刚想播119 手机却掉了下去 胡子哥拉开窗帘一看 外面到处都是岩浆 这下彻底BBQ了 他们探出头来 发现客厅也被岩浆包围 长发哥非常淡定 利用岩浆撸起了串 见同伴过来了 还一脸的兴奋 随后拿起烤肉吹了吹 一口吞了下去 突然他睁大眼睛 不停地咳了起来 呼吸非常困难 两人看了下房梁 运动达人胡子哥 毫不犹豫地跳了上去 不断向前爬行 来到贵妃椅上方后 身体不停地摇晃 借着惯性跳了过去 随后来到长发哥旁边 抱起他来不停地晃动 终于把食物吐了出来 而岩浆越升越高 怎样才能出去呢 经过一番商量 他们决定去二楼避难 长发哥非常激动 看准横梁纵身一跳 却落到岩浆里 胡子哥想拉他上来 却拽下一条手臂 随后抓住房檐 踩到储物柜上 伸出小脚趾 踹了下长发哥 他就慢慢悠悠飘了过来 来到眼镜哥身前 他踩到长发哥尸体上 用力推着墙不断前进 长发哥睁大眼睛 看得眼镜哥心里慌得一劈 随后伸手抓住胡子哥 手一用力就跳了上去 紧接着拿出晾衣杆 套在天花板的挂钩上 用力一拉 梯子就掉了下来 胡子哥可是练过的 抓住房檐 没几下就爬了上去 随后伸手抓住眼镜哥 可他脚下一滑 竟然踩空了 胡子哥用出全部力气 可还是拉不上来 没过多久 眼镜哥就坚持不住 掉了下去 正在这时房门打开 眼镜哥躺在地上不停地大声吼叫 原来他们吵醒了室友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想象的 巨石从天而降 石头人举起双臂 用出吃奶的力气 死死顶住大石头 因为身后就是一座城堡 突然他的表情越来越愤怒 就松开了双手 下一秒 巨石就滚了下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石头人是这座山的山神 每天就是不停地搬石头 增加山的高度 可他刚一转身 巨石站立不稳 就滚了下去 而山下就是一座人类城堡 眼见巨石越滚越快 石头人快速追了上去 想抓住巨石 可惜失败了 石头静止冲了下去 石头人不顾个人安危 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伸出双手 挡住巨石 可巨大的冲击力 让他离城堡越来越近 一不小心 脚后跟撞碎了瞭望塔 瞬间城堡内出现各种武器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 一股脑向石头人射去 虽然跟脑痒痒似的 伤害性不大 污辱性极强 石头人越来越愤怒 毫不犹豫地侧过身去 松开双手 城堡就被碾成了粉末 巨石是石头人不小心弄下来的 瞭望塔也是石头人踩碎的 人类对他出手 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男孩戴上面具 拿着电焊笔拆快递 打开箱子 拿出说明书一看 上面写着死神的沙发 他以为是恶作剧 把沙发扔到了地上 以屁股坐了下去 感觉还挺舒服 突然觉得有点热 先想吹点凉风该多好 下一秒 光芒一闪 门口出现一台隔离空调 他顿时蒙了圈 难道沙发能实现愿望 随后想到 要是有台电视就好了 白光一闪 就出现一台最新款的 21寸液晶电视 画质那是相当好 看了一会儿 觉得手里少点什么 要是有台游戏机该多好 下一秒 手中就出现一部 任天堂的游戏机 这也太神奇了吧 难道真是沙发的功劳 随后看向角落里的垃圾袋 要是它们消失就好了 紧接着出现一把AK 扣下扳机 射出火焰 垃圾袋就发生了爆炸 只留下一片灰烬 这也太暴力了 还是玩游戏吧 可半天过后 肚子有点饿 吃点什么好呢 麦当劳还不错 突然天花板上出现一团光 汉堡就落了下来 还是最喜欢的鸡腿宝 刚想起身洗洗手 前面就出现个洗手台 这也太方便了吧 洗完后 洗手台就消失了 美美的吃了一顿 还有点撑 这时感觉嗓子有点渴 来瓶可乐怎么样 随后天花板上就掉下一瓶饮料 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喝完后 就出现一个垃圾桶 他随手把罐子扔了进去 要是来个冰激凌就更好了 他拿过一个纸盘放到手中 下一秒 头顶出现一个漩涡 可冰激凌是倒着的 一下掉到男孩头上 沙发虽好 但也有危险 这样神奇的沙发 你想要吗 这个稻草人成精了 他扭头看向胳膊 手一用力 绳子就折了 随后解放出另一条手臂 可还是动不了 原来腰间还系着绳子 不过刚解开绳子 他就趴到了地上 慢慢抬起胳膊 双臂一用力 撑起身子 可他还不会走路 于是向前爬去 爬了没几步 又一头塞到地上 随后双脚用力 把身子翻了过来 紧接着大腿弯曲 想站起来 可惜失败了 喘了一口气后 双臂用力 他就站了起来 忽然一张报纸盖到脸上 定睛一看 居然是条招聘信息 于是拖着三斤重的身子 迈着优雅的步伐 来到一个工厂 他要找份工作 面试官问他叫什么 由于疯着嘴 他还不能说话 于是在胸口比划了一下 让他出示身份证 可稻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面的胖哥等着有些不耐烦 抓住他的胳膊 稍微以用力 稻草人就转了过来 把胖哥吓了一跳 随后就把稻草人赶了出去 那他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原来小美非常孤独 于是做了个稻草人陪自己玩 给他讲故事 教他吃东西 还一起跳舞 不过老爸还不起房贷 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他们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稻草人躺在地上睡觉时 忽然路人给了一枚金币 他非常激动 费马站了起来 还邀请女士跳一支舞 可跳着跳着 女人以用力 把她的胳膊拽了下来 这个稻草人正在跳舞 没想到女人以用力 把胳膊拽了下来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他捡起地上的帽子 戴在头上 慢慢转过身来 看到一家银行 于是走了过去 可老板看到他蒙着头 以为是抢劫的 偷偷去掏枪 稻草人一声大吼 枪掉到了地上 他捡起来后看了看 把枪口对准了老板 吓得他立马举手投降 把银行里所有钱 装进袋子里 稻草人见他这么痛快 放下枪 拎起袋子就往外走 可刚到门口 就听到一声枪响 他身子一震 胸口破了个大洞 老板还纳闷时 人就消失不见了 稻草人伤得很重 一拳一拐向家走去 这时刮起了发迹威风 三斤重的他 每走一步都很困难 小美发现稻草人不见了 非常着急 照了半天都看不到人影 突然地上刮来一张百元大钞 他急忙捡了起来 在屋前发现一个包 里面还装着很多钱 同时看到地上有很多稻草 他根据线索 一步步向前走去 终于在山坡下 看到了稻草人 小美问他 为什么不说一声就离家出走 为什么不敢看着他 稻草人这才转过身子 他面容憔悴 只剩下一只胳膊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随后伸出手 希望小美原谅他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突然稻草人没了力气 慢慢倒在地上 小美抓起稻草 塞进胸口给他疗伤 之后把他绑到十字架上 吸收日月之精华 终于他又活了过来 你想不想要一个同样的稻草人呢